今天我们带大家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来看一看 这是不是太漂亮了 其实这一片花是我每天上班的时候路过的一条路 然后每次都是看着它 然后我觉得如果不来这拍一次东西就觉得太可惜了 所以今天我们还是无灯挑战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挑战的产品 我们先来看看是什么 当然我还带了一些小的刀具 看见我戴手套呢 我估计大家也猜到了 不是金属产品 就是玻璃制品 是这瓶香水 所以我觉得这种化妆品或者香水 配这种鲜花呢 这是特别好的一种搭配 先找一个地方来进行拍摄 我们可以看到天气 今天是一个阴天 就很多朋友总是想 等天好了我去拍照 其实拍摄这一类的东西呢 我们觉得 阴天其实是最好的拍摄时间 比如说我们拍摄产品也好 或者拍摄人像也好 阴天能给我们更柔和的光源 现在呢我们就看看哪一片更好一些 有蜜蜂 我觉得这里还可以 因为我在这拍摄的时候 有前景还有背景 然后后边呢 是一片的小紫花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里拍摄 但是我们发现这瓶香水的话 我这有一蜜蜂 还有一蜜蜂 对所以在户外拍摄一定要穿好长袖 长裤 应该没有问题 我们会发现这个 看似很矮的这个小紫花 但是和这个香水相比的话 可能叫高很多 所以如果我们直接放在地上 就看不到这个紫花了 所以我们要给它稍微垫高一点 想想什么东西可以给它垫高 稍微等一下 有一瓶矿井水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有了一个很好的支撑物 大概这个位置 我们先给它刨一个坑 然后把水瓶给它倒放进去 可能还是立不住 最好还是找一点石头 我们稍微的让它更结实点 好 这样好像稳定多了 但是这样的这个瓶子不是很好看 这里呢 我带了一个这样的小木块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瓶子上 这就是一个小的拍摄台了 这样即使我们拍到这个小木块 也非常的自然 和这个大自然混成一体一样 那么这样呢 我们先来拍摄一张 拍摄一张之后 我们会发现有个问题 因为是透明的产品 所以它能透过这个瓶子 看到后边的一些绿色的植物 就显得非常乱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又用到我们的银卡纸了 我还带了剪刀啊 当然银卡纸的作用 这次不是去反光 而是给它作为一个背景 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把这个银卡纸放在后边的时候 就是隔离了这个透明产品 和后边杂乱环境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只要搅一个这个瓶子形状 放在后边就OK了 先大概搅一个 搅的这些碎纸的就不要乱扔了 搅的哪里 大概是那么大吧 蜜蜂刚才亲我脸了 只要能遮挡住背景 然后不穿崩就好 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 后边的东西就透不过去了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再来拍摄一张 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我们还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透明产品的上边 是有高反光的这个材质的 我们会看到前边 会有乱七八糟的绿色进行在反光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一个小巧资质的反光板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看啊 比如说用这个银面和黑面的时候 我们能看到看到没有 就是银色的尖变 还有黑色的勾线 就已经出来了 本次的无灯挑战呢 成功 好了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那就请留言点赞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见 拜拜